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 学的功效呢 我简单讲 三样 第一 学能够做什么 学能够除罪 Amen 除什么罪 刚才我讲的那个罪 学除去灵魂的罪 所以 我们基督徒认罪的时候 你不单单是认那个罪相 你曾经做过的 讲过骗话的 害过人的 自私的 你要认的是什么 你的罪根 那个根源的东西 除罪 各位 什么除罪 原来 我们每次读圣经 在基督徒再也不定罪 以色列人杀羔羊的血 对不对 所以叫我被洗净了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个杀羔羊血的那个人 并不是他这个动作来叫他没有罪的 乃是他杀羔羊的时候 什么东西进去他的灵魂 他认识什么 认识了自己的全然的罪人 全然的堕落 所以 所以怎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他全然的悔改 所以是悔改之心 听得懂吗 这个除罪 我们讲除罪 对 基督徒学除罪 那个除罪的结果 临到我的时候 叫我深发悔改之心 所以一个真悔改 真知道自己的罪 而全然悔改的人 他得自由 刚才我们唱的诗歌 对不对 如果你的心灵里面是 如果你的心灵里面 这个坏事我不做就好 但是你的心灵里面还有 很奇妙的 你知道没有悔改 因为动不动对人 又动不动很多的苦毒 受伤 很多的自卑 内疚 还是抓住 各位明白吗 这个是原来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悔改之心 一个全然悔改之心的人 是悔改之心 是用血迹 在他的心灵里面 血迹 对不对 自己生命又动怒的时候 我真的是软弱 悔改之心 心灵里面 就是有贪心的时候 主啊 为什么这个不满足的心 求你怜悯我 他是愿意死的 听得懂吗 愿意死 我们讲悔改 宗教也讲悔改 基督教讲悔改 是愿意死的 愿意死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呢 你说我悔改了 没有 我悔改了 我做觉知祷告 我一次悔改了 我早上起来 每一天都悔改 但是很奇妙 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五年十年了 但是你的心灵里面 总是抓住有一些 对人的愤恨 对人常常就是贪心 这个东西 不觉得没什么 对不对 没什么 前天控告你的配偶的心 对不对 没什么 但是你说你悔改了 换句话说 我跟你们说 基督呢 他可以除去你的罪 基督的血 除去你的罪 但是你要完全的享受 这个除罪的功效 是透过你的悔改之心 各位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那个悔改之心 没有的时候呢 你发现你的心灵里面 还贴着罪了 还贴着那些 叫你贫穷的 容易病痛的 容易跟人有纠纷的 容易的 这些东西 常常会有出现的 阿们 听得懂吗 除罪 能悔改 然后第二什么 圣经说什么 我把这个血赐给你们 因为血里面有生命 各位 生命是什么 生命是死的能够活起来 起死回生 所以我们基督徒讲 活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现在活着 你是看肉体活着 对不对 我们基督徒讲 圣经讲 活的意思是 能够灵魂跟神交通 能够跟神同行 这个叫活 所以活了 能够祷告 能够知道神的美意 能够听到主感动我 所以这个活气 吹在人的鼻孔里面 叫人成为有灵的活人 能够与神交通 动物不可以 猴子不可以 对不对 猴子不可以 想到上帝的话 然后欢喜快乐 但是人能够 这个活的灵 然后呢 各位再听 注意听 血是赐给你活的生命 然后呢 活的生命 很奇妙的 这个血的功效 无论到哪里去 碰到哪里 那个地方就痊愈 痊愈 很奇妙的 这个血 如果你的肝坏了 血在那个肝走的时候呢 肝就好起来 肾坏了 血在那个地方走 肾就好起来 所以 如果这个血的功效 临到你的夫妇生活的时候 从你那种 很小看你的丈夫啊 还是什么的那种心态 恢复了 很尊重她 愿意要怜悯她 的那个心灵 回复的时候呢 从那时候起 夫妇关系 得意志 如果那个血 临到你的经济 你的经济 以前是要激赞 激赞 但是有一天 这个从你来 为你而用的 所以呢 从那个时候起 你得到血的遮盖 对钱财是 不是紧张 激赞 怕不够 乃是从主领受 感恩 然后祷告 主要我怎么用 我怎么用 从那时候起 经济恢复 我跟各位说 如果这个血的功效 临到你的经济 很奇妙 我看过 有些弟兄姐妹 这个一通了之后 她找到工作 这个一通的时候 这个钱财的门路敞开了 为什么 并不是她lucky 乃是因为 血临到了 她跟经济的关系 血临到了 他跟配偶的关系 他跟孩子的关系 血临到了 如果没有血临到 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 不能痊愈 不能得医治 然后第三 血的功效是什么 血是带来关系的 以前没有关系的 现在 有关系了 所以婚姻 最靠近的关系 叫婚姻 婚约是什么约 你们知道吗 婚约是血约来的 血约来的 对不对 用命 来爱另外一个人 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这个叫血约 各位 关系里面 一定有一样东西的 我们讲到关系的时候 一定会讲到 听从 各位问 为什么我听秋分的话 其他姐妹讲的话 我是大概听就好 我的妻子讲的话 我一定会听 因为她是我妻子 有关系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我的孩子 听我讲的话 我长大的时候 我就听我爸爸妈妈讲的话 他们喜欢的人 我就喜欢 讨厌的我就讨厌 不管他们有没有理 总之 我就听他们的话 因为他们跟我有关系 各位听得懂吗 这句话 血是讲关系的 各位有发现吗 所以 很奇妙 我就发现 这个关系是不能解释的 不能解释的 为什么你 就是会听她的话 所以 我长大的时候 刚才我讲到 父母 我就 每次都听他们讲 他们有 有怎样的情绪 我有怎样的情绪 他们有怎样的认为 他们认为 这个人是这样 我也怎样认为 这个是自动的 他们不用跟我讲的 他们讲话讲话 讨厌这个叔叔 什么 我也讲 这个叔叔 没有好东西 心里面 自动出来 这个自然的 但是有一天开始 我发现 我里面是 开始听另外一个人的话 多过我父母的话 谁的话 就是我们主耶稣的话 有一天我信主之后 以前我还不是这么理解 我还没有被学洗净的时候 很奇妙 我就好像是父母的 好像是妻子 但是有一天 学洗净了 父母讲什么 父母喜欢 父母讨厌这个人 主讲什么 我的太太讲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是太太讲的 对 我很尊重 我也真的很想听她 但是主讲什么 自动这个里面 有一个东西出来 其实我后来发现 当我这样听 主讲什么的时候 我才真正的爱我的父母 我才是真正的爱我的妻子 对不对 因为主是没有误事的 主是没有罪的 但是我的妻子 我的父母有罪的 各位了解吗 他们有情绪的 所以有一天我就发现 自动这个心灵里面 会听主讲什么的时候 我知道 这个是被学洗过的心灵 这个叫学的功效 透过我 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才发现 很多弟兄姐妹 这个方面没有被学洗过 他们跟主的血 是其实应该最浓的 但是变成很淡 很淡 就是教会听信息的时候 牧师讲的时候有感动 对 这个是神的话 你回家 马上受父母的话影响 受配偶的话 受人的话影响 各位有没有发现 受医生的话影响 马上就来了 所以这叫什么基督信仰 各位听得懂吗 我是明白这个东西之后 后来我能够判断万人 人的里面有没有血腥味 我们每次这样讲 就是这个意思 Do you smell of blood? The church is a chaotic place without the blood of Christ Amen 各位听不懂这句话吗 教会 每个都是罪人 每个都讲自己的 每个都自己的感受 每个就 我跟你们说 主讲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三样东西 我给各位 第一是什么 学除罪的 学带来生命 与神能够交通 得意志 对不对 第三是什么 学带来关系 所有听从主 所以主所爱的是谁 我的肢体 虽然我的肢体软弱 有不够的地方 自私的地方 还没有得意的地方 但是爱他们 因为一样的心 因为他的心 就是我的心 对不对 他喜爱的就是我喜爱 他讨厌的就是我讨厌 这个叫被学习过的心理 各位 所以你问学是什么 我现在给你解释了 对不对